宠女如命的女儿控中二军见多了 像贝克汉姆 孙洪雷 无尊 然而 接下来要出场的爸爸 已经达到宠女儿的巅峰了 一年一度的暑气头等大事到来了 我们的女主小英 天然呆萌 母亲去世之后和爸爸相依为命 且被爸爸保护得特别好 所以 当小英紧张拿着自己准考证 和墙上大学放榜名单对照时 把小英激动的大叫 考上了 考上了 老爸 我考上了 可更惊喜的是 老爸贺太郎 绝对的女儿控 非著名小说家 常挂在嘴边的就是 我最喜欢的小英了 女儿控有多恐怖 你继续往下看吧 听到女儿考上新年大学 贺太郎表现得比女儿还激动 一边哭 一边从袖子里拿出了自己的准考证 因为 他也如愿考上 那您 这是干嘛 原来 小英之前一直在没有雄性生物的女校上学 可到了大学 面临的却是男女混合 老父亲自然是一百万个不放心 学校里面这么多身为男人的物种 再把我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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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喜欢的小英骗走怎么办 于是 贺太郎就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妙招 陪读 这样不仅可以天天排着他的小英 而且还能防止单纯可爱的小英 恶辱男人的欠击 要知道 身为爸爸的贺太郎 当年考上的可是东京大学 时隔二十年 因为爱与心切又开始了全新的大学生活 所以 妇女俩一起去上学吧 然而 妇女俩的行为也着实令人不解 报到第一天就被问到 您复读了几次啊 当被同伴同学听到贺太郎是小英的父亲 为了陪他考上大学一起来上课时 所有人均是一两半的 那你 那你 然而 大家把这位妇女当成神经病 但谁说神经病就交不上朋友呢 先是遇到了漂亮美妞宽宽 身材火辣 擅长舞蹈 憧憬爱情 宽宽觉得和父亲一起拍照 是一种使得乡下才会存在的超普通的情人 但遇到了这样少的妇女组合 也很快就接受了 来老爸 我们一起来拍照吧 除了宽宽 还有小英一见钟情的大志 天然呆二号 有着超帅的脸 还一直觉得自己好普通啊好普通 宽宽 你对普通是有了什么误解 看他的样子平平无奇 以及性格直爽的孝敬 学习是副业 打工挣钱才是主意 有钱挣才是一切王道 还有随时脱节的小公 视频博主 但粉丝只有23个 据保守估计20以上也全是自己的朋友 热衷于挖掘各种事情 因为他相信下一个视频总会火 糟糕 居然也是中二军的亲生 可不管外界的舆论怎么对他们父女指指点点 贺太郎也不为所动 保护女儿小英才是他上学的终极目的 首先 贺太郎要提防任何一个有机可成的男孩子 解决方式就是拍拍拍 这个太清楚 要小心 这个这么认真 要警惕 这个 这位大叔 没错就是你 居然做出一副在叫我妈的了情 这里只有你和我是中年人好吗 哪来的怪叔叔 拍的还全是班级里的男孩子 难道是个变态 不不不 这个误会有点大 叔叔可是本校的学生呢 有学生证证明 你瞧 那么就客下留下来谈话吧 虽然在保护女儿的路上遇到了一点挫折 可这并没有影响到爸爸保护女儿的心 可是 无论贺太郎如何不让女儿接触男生 可有一件事是无可避免的 那就是每个大一新生一定要面临抉择的 社 团 招 心 当接触大学生活的小英和朋友们 同样陷入了这个难题 而作为爸爸的贺太郎更是操碎了心 你看 我带小英来到网球社体验了 嗯 这个社长怎么手把手的交啊 这姿势 这距离 已经开启死亡凝视技能的爸爸终于忍无可忍 喂 教课的那个谁 你要是能逼你 就少动手 认真教学的学长满脸不见 呵 我咱们教关你屁事 可当知道贺太郎是这个小学妹的爸爸时 他立马举起了双手 认怂 看来网球社团是模细了 随后 小英瞄上了门可罗雀的洛宇社 为啥这个只有四个人的社团会吸引小英的注意 因为 社团里有自己心意的男孩子 大致的 操心爸爸不愿意让小英加入这个只有男生的虎狼社团 从面对大致的苦苦哀求 你不加入我们就要飞团了 贺太郎还能顶得住 但小英实在顶不住 就他 面对女儿的决心 贺太郎也只能妥协 但贺太郎绝不能让女儿小英天天泡到男人堆里 嘿嘿 再招点女孩子不就好了吗 可要日房夜房 家贼男孩 小伙伴们想邀请小英当导游 带着他们去东京天空树游了 而瓶头初开的小英也想撇开老爸 和自己喜欢的男孩子要进一步的发展 于是乎 小英瞒着爸爸和小伙伴们前往天空树 来到了天空树顶层 神助力的微密宽宽拉着小公去别处 创造了小英和大致两人独处的机会 在美景的颤脱下 气氛逐渐很嫩气 两颗懵懂羞涩的心 脚流下 似乎看到两人身边冒出了许多粉红色的号 果然 还是男孩子更主纵一样 怎么办 这难道是要 天哪 真的要给我表白吗 爸爸妈妈 我要怎么办 是要立马答应还是 不行不行 女孩子还是要矜持一点 咱们考虑一下再答应 真是 她好害羞啊 好嘞 小英听到了自己七岁的声音 我真心拿你当男票 你却只想当我后妈 这还怎么玩 坑爹呀 啊不对 是坑娃呀 小英当场骑运过去 老爸变情敌 相信这个世界上 没有谁能承受住这样的雷霆一击 知道真相的宽宽 只能深深地表示同情 为了让失恋的小英振作起来 宽宽就拉着她 去大学生的联欢酒会 平日里 小英是绝对不敢踏足这种地方 可情商还在 更不知接下来如何面对横刀夺爱的老爸 深吸一口气 我已经是大人了 我可以的 然后就被人吓腰了 而贺太郎这边还在苦苦等待 一到七点的门尽时间 立马狂抠小英手提 可奈何实在是打不通 作为尽职尽责小妈的大志 完全充当了护花使者 被贺太郎汇报了有利消息 知道情况不灭的贺太郎 立马查看小英的定位 等到他们着急赶到时 就看到小英和宽宽 正背级的男人强行拉着 对面人多势众 冷静的爸爸立马想到了一招秩序 然后酒吧里突发了一场杀人事件 吃刀者正是贺太郎 直接贺太郎拿刀直接往一名男子身上一脚 鲜血溢出 男子直接倒地 那群下药的人健壮撒腿就跑 事情解决以后 倒地的大志利落起身 和贺太郎一起谢幕 在一旁观看小英和宽宽 两脸懵定 被解决的小英和宽宽 十分内疚自责 纷纷认错 贺太郎当然非常生气 你们去天空树玩居然不带我 人家也想和你们一起去吗 呃 生气点是不是有点跑偏呢 后知后觉的小英这才意识到 和爸爸这种相处方式是不是存在问题 在遗忘的认知中 爸爸陪读 在自己身上安装GPS也叫正常性情 恩而并不 所以小英也问起老爸 正常家庭是不是不像我们这样 而跳多老爸难得严肃回答 别人家是别人家 我们家是我们家 不正常又能怎么样 我只是想用我自己的方式 保护我的宝贝女孩 你能没事真的是太好了 虽然对小英来说是一种负担 但也是爱的负担 能和这么漂亮的老婆 生下这么可爱的女儿 所以女儿每个阶段的发展 都时时救着老父亲的心啊 但如此有人格魅力的老爸 不仅仅是一个好爸爸 还是自己的好同学 这样的女儿 有这样的爸爸保护着 又怎么会不幸福 可是老爸也太女孩 不仅真的把激临沸团的 洛宇社警救过来 还烧了一众后宫 小英也陷入了迷惑 爸爸太受欢迎怎么好 在线的好捉急 如此重要的剧 是你们喜欢的菜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